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明天就要啟程前往日本 預計這趟行程要拜會日本政要 包含最大黨的自民黨議員還有第二第三大黨 根據了解在5號下午也會拜會 曾經喊出日美同盟的前首相野田家宴 而訪日行程的前一天柯文哲依舊沒有閒著 來到了雲林北港朝天宮來參拜 由於朝天宮董事長在過去曾經公開力挺蔡英文競選連任 這一回呢也被解讀說是要來罰裝的 美洲南洽跑透透 柯文哲這回來到雲林北港朝天宮 在地里長通通到柯文哲笑說是董事長在地實力雄厚 曹天宮董事長曾在2020總統大選公開挺蔡英文 柯文哲到訪遭解讀拔妝異味農 不止情跑地方 角逐大衛海外行程受不了 6月8號才是國家海洋事 不過6月8日我在日本 6月4號到8號訪日行程曝光 5號上午拜會執政的自民黨 下午拜會前首相 傳說曾函日美同盟的野田家彥是最可能選項 6號這年拜訪第二三大黨 7號拜會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8號重頭戲就在日本外國特派原協會發表演講 也開放外媒採訪 比照美國我們去當然是一定會拜訪國會議員 還有行政部門智庫 大概主要目的還是跟日本的各方面 特別是政府高層總是要有一個互相的了解 所以以後比較好幹事 選在這邊為日本型畫下句點 似乎也因為蔡英文2011年選總統 曾在這發表演說 柯文哲也準備好對美中台日關係 發表談話 我們都父姓嘛 反正見了以後你們就知道吧 不讓友日成為民進黨專利 柯文哲此行對內展現和日本對話 我也可以 藉由郭正義學生 馮浩宇的報導